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仲希BB,多謝大家收看我的頻道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是冥想,意識的無聲進化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記得在影片下按個訂閱鍵和關注我的頻道 還有我按全部的鈴鐺,一有新片的時候就會立即通知大家 而看完影片,記得點讚鼓勵我做下一條影片和分享出去,比更多人學習 這是未經授權的非官方翻譯,而翻譯只作參考與原文有任何差異,敬請原諒 分享題目《冥想意識的無聲進化》作者Biddy Meyer 冥想基礎知識,最簡單的冥想形式是專注於鼻孔,並觀察通過這一點的無障礙 並且自然的空氣流動的冥想 呼吸是人類的自然過程,可以由開始到終結 吸氣、呼氣、進行觀察 重要的是,你需要保持自然呼吸,絕對不需要為了冥想練習而調整你的呼吸 事實上,如果你確實改變了呼吸,那就意味著這一個是一種由思想引起的故意行為 而冥想中的任何想法都是雜念,會妨礙冥想的本身 所以,專注於你的呼吸上,比它好像往常一樣自然,不要以任何方式去改變它 當雜念確實出現了的時候,你是需要對這樣採取被動暴力,並且忽略它們 再將注意力重新集中在冥想上 雜念的作用就好像火一樣,只要你繼續在上面擾氣油,它就會一直燃燒 當你停止的時候,火就會熄滅 雜念也是如此,只要你不斷地在心裡關注著它們,它們就會不斷地回來 當你忽略了它們,並重新專注於冥想的時候 你會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熱和堅持不懈,雜念就會消失得越來越少 在所有這些事情上,內心是一種美德 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夠達到冥想的專注 冥想和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的老師 冥想基礎的知識到此為止 希望影片能夠幫到大家 原文連結就放在下方 大家可以自由點入網站閱讀文章 在影片完結之前,多謝大家看完我整條片 下次再見,拜拜